欢迎收看新闻大追集 我是姚家倩 有一句话说 家是永远的避风港 但是在演艺圈里面 有一些人却没有办法拥有完整的家庭温暖 最近的话题人物 一个是电影女王谢金燕 另外一个则是演员朱慧珍 谢金燕日前顺利在台北小巨蛋开演唱会 和他13年没有见面的父亲朱哥亮 就送了12个花篮 希望可以跟女儿碰面 但是始终没有如愿 朱慧珍的女儿朱安杰则是留下了遗书 选择跳楼离开人世 临终前也没能和亲生父亲行风相认 到底这两对妇女 没有办法见面的背后 藏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心酸故事呢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带您了解 首先为您介绍三位特别来宾 第一位是中华演艺总工会理事长 康凯康理事长 理事长您好 各位观众您好 第二位是资深的影剧记者 陈林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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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诸葛亮他送了12个花篮 等于是下了12道的金牌 希望可以妇女相会 其实大家都很好奇 其实这一对妇女 在诸葛亮出国深造之前 感觉这感情还不错 还会同样在荧光幕前露面 但是为什么 在诸葛亮出国深造 重返演艺圈之后 这个妇女之情 全部变了一样呢 常怡 对 我们要来看 其实真的 这是他们 可能现在来讲 是唯一的历史镜头了 妇女同台 对不对 中间这两位 这画面13年没看到了 对 这旁边还有一个 就是当年谢金燕 一度论结婚嫁的杨宗仙 好 这是历史画面 好 当时这样的和乐美满 这样的父慈女校 对不对 他们中间真的是感情非常好 而且诸葛亮对谢金燕出道 也帮了一把助力 当然我们再话说从头 其实他们在小的时候 因为诸葛亮那时候 其实事业很好 秀场非常非常的风光 其实在谢金燕的回忆里面 他其实小时候 因为爸爸对家里的照顾 因为比较舒服 因为非常非常忙碌 他常常是要背着书包 晚上七八点去秀场里面 等着要生活费 等到12点才拿得到 因为爸爸太忙了 忙着上台还要忙着赌这样子 好 这样的生活过了过了 到他长大之后 其实他后来是立定之下 希望是自己靠自己 好 他去选美 因为他的腿非常非常漂亮 对不对 你看谢金燕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美 一双美腿去选美腿小姐这样进来 因为大家那时候都没想到 哇 诸葛亮女的这么漂亮 这么的正 他也说过 我爸爸把我生的很正 好 进入演艺圈 其实他不想要靠爸爸 但是呢 终究人家还是会知道 他是诸葛亮的女儿 对不对 因为那个mark太明显 追追追追出来 好 可是呢 本来是觉得 妇女之间是没有什么芥蒂的 可是慢慢慢慢的后来发现 尤其出了一场大车祸 谢金燕后来跟姐姐因为出车祸 他其实被撞了 他姐姐的骨盆还很严重 其实在车祸的时候 诸葛亮是有出来说 我女儿 我一定要用我全力救我女儿的命 她的医药费 她的一切一切 我会把她救回来 我会换她一张新的 因为她脸就撞到 拍胸补障保证 可是你知道吗 在医疗的过程当中 诸葛亮因为巨额的赌再来了 她一赌再赌 中间还有一大半的医药费 是付不出来的 诸葛亮要开始跑路了 所以这就是第一次 谢金燕对爸爸 心里有非常非常的不满 因为我那时候病重 你说要负责到底 结果你跑路了 后来在诸葛亮 跑路出国深造期间 其实你知道吗 黑道追在 追不到诸葛亮要追谁呢 唯一在台面上 活药的就是谢金燕了 对不对 好 就追谢金燕 谢金燕他其实 他说我根本跟我爸爸 没有联络 好 我们后来知道说 其实在这段时间 谢金燕有未婚生子 隐瞒着 其实我觉得他在隐瞒着 很大的秘密 因为他有未婚生子 后来人家说 会不会是杨宗献的小孩 不知道了 很有可能 所以他隐藏这个天然大的秘密 为这个小孩的安全 因为黑道追在 对我生命有危险 对这个小孩也是危险的 所以隐瞒婚姻 隐瞒小孩 中间点点滴滴 都是对诸葛亮 很深很深的怨恨在里面 好 直到爸爸被找出来 对不对 大家一直跟 一直跟 狗仔一直跟 其实在跟的同时 另外一组狗仔 是整天在跟着谢金燕的 谢金燕的未婚生子会 其实在诸葛亮被拍到之后 不久就被扛 为什么 因为狗仔跟他跟他 两组跟他跟 跟的中间发现说 有一个小孩子经常的就是 会喊谢金燕妈妈妈妈 所以谢金燕又更恨你了 对不对 我的所有的秘密 包括我未婚生子的秘密 都是因为你 我会这个样子到 嫁不了豪门 对不对 嫁不了杨中泉 我会因为你被黑道追赛 我会因为你 我的小孩这么无辜 这么陷入危险 都是因为爸爸你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 他的妈妈 他说妈妈非常的敏感 非常的神经质 而且妈妈对爸爸 到如今还是非常怨对 因为他后来离开妈妈又再婚 又娶了别人 所以他说 因为那时候 朱克亮讲了一句话 他说他自己认为 为什么谢金燕会这么恨他 他说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当年 我跟他妈妈要分开的时候 我说 他要贪钱你娶去 谢金燕也要贪钱 没贪钱老在我家 他姐姐亲眼留在他那边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小孩子心里会认为说 你爸爸就没爱我了 只照顾姐姐 对所以他认为 朱克亮认为说 他恨我是因为我当年没有要他 所以就让他爱恨纠缠这么多年 到现在心结解不开了 针对这谢金燕未婚生子 其实下一段节目 我会再进行一个深入的讨论 其实刚刚我常遇就有稍微提到 他说其实谢金燕从小的时候 他为了要跟爸爸要生活费 其实就常常三星半夜 跑到秀场去深夜 就等着要跟爸爸要钱 李市长其实就有目睹这一切 你当时看到 你就觉得一个小女生 这样三星半夜去要钱 你那时候心里看到 心里感受如何 也是觉得很心酸 不过那个时候 我们在作秀的时候 在南宝市作秀的时候 平台的后面都是有两三座麻将 我们有时候也在玩 因为大家没有事做 闲得无聊 有时候是在开场之前 就开始打麻将了 那麻将桌就固定地搁那个地方 就没人动过 就有人凑着一到就上去打了 不定期都会开桌 而且你这个打麻将很简单 你输了就可以起来走 你刚才随时进来出去都可以 像流水溪这样 这个跟流水溪有些不同的问题 就是你现金赌 赌完了就走了 这个如果你没有钱 老板来借你的钱 所以那时候习以为常了是不是 它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大家觉得无聊嘛 你又不能跑出去 你跑出去到时候 就上来 因为那时候的那个 南宝市的隔天怎样情况 他们那个主持人 有时候一拖拖很长 有时候很短 那你在后面后台人就stand by 那stand by没有失作 就有时候看看 我插个花怎么样的情况 有时候下去就堵了 就这样 那开始的时候 我们还有会打这五百块钱 五百块钱的一餐 我们还会打那个 后来就打不下去了 两千 五千打 这不行 就是这些咖是什么咖 像那个贺一航 咖在那边打 我们就看了 我们知道这个东西碰不起来 可是你说打起来很紧张 你知道吗 尤其打完秀 已经做完了以后了 他们还不离开 为什么 打得刺激啊 这一把牌给人回一万了 那个感觉不一样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 你说周克亮 他每次一定有他一份 你知道吗 因为他没事了嘛 下台以后没事了嘛 打麻将一打 哇 今天这好 哦 他就讲话 每一张牌 讲得还有台词的 哇 七个牌我哭了 要是这样 捏捏有词 很草叮的 所以那时候 当他输的时候 其实就不好 这不输的时候 其实还无所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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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后来 你知道那个秀场一红的时候 当然有很多人看 哇 赞 崇拜他 就自动贴上来 就完了这个婚姻战就出问题了 婚姻出问题以后呢 他们就觉得 爸爸怎么会这个样子 就谅解的心情 就他们觉得 原则上他们很不希望父母去分开的嘛 他们也知道周恩想赌钱 打麻将这些 也没什么像什么六合彩那个情况 没那么严重 那时候赌也还好嘛 赚钱足够赌够用以外 家庭的负担也够 到后来的时候 越赌越大的时候 那时候造成一个很大的洞 这个洞就补不起来了 就一直在仿佛这样下去以后呢 就对家庭整个的情况 就开始不照顾了 这是比较严重的事情 是 那林玲你也觉得说是耗赌 真的是就是断了这一段 妇女情最主要的原因吗 对 应该讲 就赌真的是害了诸葛亮 真的也耽误了女儿的一生跟青春 那当然对于这个谢金燕 未婚生子的事情 很多当时之前大家都在追究说 那个小孩到底是谁生 谁是爸爸这样子 那当然很多的口袋名单 包括刚刚年纪讲的什么杨忠信 王世贤 然后后来谢金燕干脆跳出来讲说 是在国外的一个模特儿啦 你们不要再追了 意思就是停止这一切 可是有关这个谣言跟这个揣测 在这圈内一直不断的 在流传 我听到了一个版本是讲说 谢金燕的小孩呢 其实真的是杨忠献的 因为你中关前 他们俩那时候真的是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但是因为那时候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 是因为朱哥阳那时候 欠了杨登奎很多很多钱 那反正既然我女儿跟你儿子 两个青梅竹马感情好 我也顺势 那你们自由发展 当然是最好有什么样 很好的结果 这样的话我们是亲家嘛 那欠你的钱 你就不用这样 这么样的咄咄逼人来跟我要债 我也不用这么辛苦这样 可是没有想到谢金燕怀孕了 生了小孩 那问题是南方家里面 想到说哇 你爸爸这个样子状况 然后又欠这么多钱 这么多金钱纠纷 吓都吓死了 当然不可能成全 所以换句话说 就有人讲说 谢金燕根本就是 这场这个故事里面的牺牲品 那不管是真是假 总之朱哥亮跟谢金燕之间 这个妇女之间的亲情纠葛 真的很深很深 因为谢金燕 我当初他有一首陈迷曲 你最近有一个问题 我讲一听 因为这是我大概要了解一下 因为刚好那时候 闫灯会不在台湾 在某个地方 所以在这时候 他们的所有交往的 情况之下 所以有如果他们 我讲的如果是 孩子是养养线 假如啦 假设 现在只有假设 因为他都不承认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要去认这个孩子 问题在 那理事长针对这个 就是未婚生子部分 我们下一段节目 我们再进行 深入的讨论好不好 其实因为我们就看到 大家当初 我这个谢金燕 他一个成名曲 就叫做你真酷 其实这一位电影女王 她的个性跟形式风格 就跟歌迷一样 真的很酷 她不但不跟父亲 诸葛亮见面 就连他有个十几岁 刚刚说的 这个儿子到底是谁的 消息也是保密到家 我们休息一下 继续带你了解 谢金燕这一位